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我是林梓彤 現在先跟大家跟進港股中央收市的表現 恆生指數中央收市升179點 中央收報23946點 國企指數升86點 中央收報9534點 大次半日成交498億多 這個環節請你三秒台來談談 HelloSamuel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沒有北水之下 半日成交都算OK 接近500億 市場亦都彈到差不多24,000這些關口位 後市怎樣看呢 市場已經彈了不少上來 現在的策略應該怎樣做 暫時來看 你說昨天還是今天都好 一直碰到24,000這個關口 就是之前條20天線 就已經開始掉頭了 所以其實大市成交 或者你說在一個方向上 其實就沒有真是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你看到昨天升 你說撐得比較多一點的匯控 還有你說是有幫 今天都要叫做 撐回一點點下來 反而你說 昨天跌得比較深一點的車股 還有一些通訊設備 或者你說一些5G類型的板塊 今天反而叫做彈得比較強一點 都一部分是叫做關於你說納子方面 都算是叫做升得比較強一點點 所以你說一些舊經濟股 尤其是你說一些 除了你說一些油股之外 其實整體上一些舊經濟股 都是叫做走得比較慢一點 所以暫時你說看回昨天和今天 兩天的表現來講 大家都是一天升一天跌 變成你說 對著你說可能24000這個關口 不是叫做很有信心的 一次過把所有的貨買上去 叫做推回去上24000這個樓上位置 那大家都是在留意著 你說特朗普剛剛出了遠藍 那會不會在一些叫外交手段裏面 再impose多一點點東西呢 那昨天對於你說可能中芯來講 已經叫正式有一些限制的情況出到來 那你說接下來 會不會可能特朗普自己確診完這個病毒 而且一貫的作風 都是講到中國叫為這個問題負責的話 那會不會可能你說在科技資訊上面 有其他的新的限制在那裏呢 那這一點是大家比較擔心一點的 所以你說那些科技股 即使叫做比較強一點的 你說阿里巴巴那些都好 都仍然是維持著一日升一日跌左右的情況 那就未是好至於大家一次過 將所有的情緒去到最樂觀的情況 所以接下來你說會不會可能短線買一兩天 然後去到北水回來的時候叫做沽貨呢 那這個情況我覺得大家都仍然是需要留意 所以短線間我覺得你說二萬四這個關口 在沒有什麼一些新的消息 或者是悶市成交不算太大的情況之下 都未是叫做那麼快可以突破到處 另外又說一個別股份 今天一些中興通訊或者一些手機設備股 芯片股那些的反彈力度都很強 主要那一隻中興 就是超過半成上來的 首先說一下 因為看一些報道 就是瑞銀有一個報告出來了 上條目標價一成八去到二十五個半 但是中興現在那個基本面 足不足以支持到瑞銀講的一些理據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上回二十五個半這些位置呢 暫時來看你說瑞銀一份報告主要都是記錄他們的股值上 真是叫做偏低 你說現在PE只有13倍左右 其實比起他們過往一個歷史的市盈率 都是低一個標準差以下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這件事 你說比起其他 譬如可能仍然是叫做受著美國一些限制的 譬如好像近期中興來講 它即使滾到這些水平 其實中興仍然是在標準四十多倍的PE 所以你說中興近期叫做創了低位 開始慢慢爬上來 但是你說股值上是叫做剩下13倍的話 其實都叫做有條件的 那瑞銀一份報告最主要就是說 你說基於幾個的情況 其實對於中興來講 仍然都叫做暫時叫做比較有利一點 一來就是說今年你說剛剛上兩個月 其實美國對於中興和華為 都叫做實施了一些限制的 就是將它們放進一個實體清單欄 美國的政府或者一些美國的官方機構 就不可以跟它們去購買一些設備 或者不可以用它們的服務 那這件事暫時對於中興的限制 其實只不過是限於在美國 一些叫做官方的運作上的問題 就未是好至於你說去到華為 或者去到中興的程度 就不讓中興去購買這些美國的相關的技術 或者買一些美國的設備回來做 所以這件事對於他們對中興的限制來講 比起其餘那兩間算是叫做比較少一點的 所以這件事算是其中一個支撐他們的理由 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們無論你說可能做一些5G機站裡面的零件 其實需要那個技術上 就未至於好像你說中興那樣 要求你們說每一年都要跳一個grade 起碼可以到12奈米、7奈米這樣跳上去 所以他們接下來那個技術上的需求 其實未是真的叫做去到那麼重要 如果你說未來可能都會叫做有相關的限制來講 那仍然的影響算是比較有限 所以目前對於他們一來的估值上看得比較好一點 而對於這個情境的情況 覺得都仍然是叫做比較樂觀的 就是說華為目前來說算是叫做被人限制得最厲害的監 如果你說這個情況保持著的話 其實中國是需要叫做考慮將自己本身 本土那些5G機站裡面那些零件 找第二間公司來接 那麼他們就覺得你說很大機會 會將一些單就分回去給中興那裏 讓他們可以做一個market share的佔有率的提升 那麼這件事可能就是暗示他們 他們接下來如果沒有受到美國進一步的限制的話 以現在的技術或者那個水平 是可以叫做搶到華為那些訂單的 所以這件事暫時對於他們來講 算是叫做有一個比較理好一點的作用 所以你說股價只剩下十多倍的這些水平 那麼低殘的話 又未至於有一個很大的下跌空間 所以我覺得你說即使你說上21元22元左右的水平 都有1成多至2成的升幅在那裏 那麼目前來講的估值上算是叫做吸引的 而且你說看回今天來講 仍然是叫做有條件 可能你說看回20元這些位置 看看叫做可不可以升穿線 那麼始終你說過去這幾個月 形成了一條明顯的下降軌在那裏 所以你說估值上可不可以提升 那麼一來估值上算是叫做比較低殘一點 但是仍然要看回你說市場的氣氛 好不可以支持到買這類型 比較偏弱一點的股份 那麼我覺得你說估值上可以叫做有條件提升 但是你說如果之後的市 仍然是吐住了24,000的話 那都可能要給多一點點的耐性 好啊 麻煩你聲明這麼詳細的分析 拿到申報先有沒有持有上述提報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好啊 麻煩你聲明 我們稍後回來再看其他直播 我們稍後再見